大家好,又是我王子和大家見面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薑蔥焗魚錶 可能很多人在外面餐廳都會點菜 有沒有想到在家裏做呢? 我很喜歡吃魚錶 魚錶其實是新鮮的花膠 所以男女老友都一定適合吃 如果想知道怎樣做法,記得訂閱我吧! 介紹材料,當然就是魚錶 這些魚錶通常我們在街市淡水魚檔有賣 如果你和它熟,可以叫它留給你 這裏就十塊,好似很多 其實煮完出來要縮水 而且它現在是漲漲漲 一會兒可能要刮一刮爆它 然後它就變得很小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乾了其實就是花膠 但是新鮮的時候我們就叫魚錶 然後我們這裏就有些蔥 有些蔥白,有些蔥的蔥味 綠色那裏,有些蒜頭 這裏就有些薑片 越多越好,薑片 有些鮮腐竹,還有些豆腐泡 豆腐泡我可能會用這些較細 如果大一點的豆腐泡 你其實就可以剪開它一半 讓它容易吸收汁 我這些細的就未必會剪開它 調味是甚麼呢 用一些豉油 花雕酒 還有胡椒粉 還有加少許水 整個做法真的很簡單 先用一個瓦鍋 如果你有的 或者你可以用一個鍋 起鍋的時候 就下油 加薑下去炒香 然後下蔥白 然後加上蒜頭 等它的味道很香 你就可以把魚錶放進去一起炒 然後加上豆腐泡 還有鮮腐竹 然後調味 就下酒 加醬油 還有胡椒粉 加醬油 然後最後 就下水 下去 焗它兩分鐘 這樣就可以吃了 不過你焗它之前 即蓋上它之前 你就可以把 如果你有這些多的蔥剩 或者蔥尾剩 你就可以鋪上面 才焗它兩分鐘 香噴噴的薑蔥焗魚錶 你看 出現煙 還在滾 想想 如果你的貴賓在你的飯廳等著你 等著你 一打開 還滾 是不是很刺激呢 包你 他們一定開心得不得了 如果還想知道有什麼好東西 我介紹給大家 記得訂閱我